我們現在讀雅各書二章二一節開始下 一起讀 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把他兒子以殺 現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清義嗎 可見信心是與他的行為並行 並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盛存 這就應驗經上所說 阿伯拉罕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他有得稱為神的朋友 這樣看來人清義是因著行為 不是單因著信 妓女拉合接待是者 又放他們從別的路上迴出去 不也是一樣因行為清義嗎 身體會有靈魂是死的 信心會有行為也是死的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天父多謝你所賜的懷疑 求你幫我們打開個心 幫我們明白信心和行為的關係 幫我們明白和神的關係 求你更新我們的生命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來奉主耶穌聖命 阿門 好 我們今次看這裏就是信心和行為的關係 因為關於信心 很多人會有誤解 雅國書 因為羅馬書說到信靠耶穌得救 很多人會有誤解 其實就算現在教會也有很多人誤解 他只是說 我做什麼都不要緊 我求主聖命便可以 有很多人以為自己得救 他說我信耶穌 我曾經去過宣教 有個牧師跟我說 他本身是在傳統教會出來的 他接受聖命工作 但他說我們本地的相信就是這樣的 總之這個人說 信耶穌 就算他沒有生命更生 就算他沒有什麼行為改變 他仍然得救 但是他就說到 他是相信人要成長的 但是當我講到聖經話 有些人說信耶穌 譬如馬太七章二十一到二十三節說 凡稱呼我主啊主啊的人 不能都進天國 唯獨遵行我天父子的人才能進去 就是說有些人稱呼主啊主啊 他會呼求主耶穌 但是不是個個都能進入天國 唯獨遵行天父子 就是說一定是他有生命的改變才能得救 他就說 我們這裏就不是這樣相信的 我們相信就是 總之呢 總之他說信耶穌 他怎樣生命都 什麼生命他都一定得救 那這件事呢 但是他又很... 因為他是有更新的 他就說 他說呢 譬如我講關於生命更新啊 提升啊 事奉啊 那些他全部都接受的 他只是說 就不要說有些人生命不到就不得救 那我就不跟他搏 因為他們可能受他那個地區的影響 那他自己又未必想清楚這件事 其實那個牧師的生命是有更新的 但是他在這方面呢 總之就說 那個人說信耶穌 那個人就一定得救了 那這個呢 就是一個誤導啊 甚至現在也是的 有些人都覺得我做什麼都可以 我怎樣生命都不要緊 總之我信耶穌就可以了 那這個其實是累死人的 因為有些人他以為我就這樣信 我什麼行為都沒有改變 他就以為上了天堂 因為第二天他發現的時候已經太遲了 但我們其實不是靠行為 問題就是那個信心和行為的關係 信心和行為的關係就是 真的信耶穌就會產生果子 因為神是一個活神 信耶穌就不是我們只是信 譬如說我們信有英國 但信有英國不會改變我們生命 信耶穌不是只有信有過耶穌在天上 而是我們信靠耶穌做救主的時候 耶穌在我們心中就會改變我們生命 所以這個道理我們一定要清楚 就是信心一定有改變 但是呢 就不是靠行為 不是靠行為得救 但是一定是信靠耶穌得救 但是一定會有改變的 好了 我們現在看一個經文 他說 我們的祖宗阿伯拉罕 將他兒子以撒獻在壇上 豈不是因行為清二摩 那麼這個問題就是這樣 那是不是他 大家聽過這個經文 他獻上以撒 因為呢 神就答應他 萬俗要因你的後藥得福 然後他就 心急 因為生不了兒子 他就跟他的太太 就將那個婢女給他 跟他同房 他下格就是婢女 就生了兒子 以撒瑪利 那麼他就以為以撒瑪利就是 那麼後來呢 神就說這個不是 神就告訴你 要生那個以撒 這個才是 好了 生了以撒之後呢 神就有一天跟他說 你將以撒帶到這個山上 然後將他獻上給我 你想想 神說這個兒子 就是將來 萬俗要因他得福 即是後裔 他的後裔 不是這個兒子 是他的後裔 而神就說 你要將他獻做繁製 獻給我 你想想 你獻不獻 即是如果神說 你將你的兒子獻上給我 繁製獻給我 或者不是說兒子 如果神說 你將你所有銀行的錢 全部拿上一堆 現在獻上做繁製獻給我 如果神有一天跟你說 你將你所有銀行的錢 全部提出來 全部將他放在一堆 然後你就點著火獻上做繁製獻給我 我想我們很多人都會有困難 那阿伯呢 錢就可以 人就不捨得 錢你都想想 可以不可以 你先想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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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真的 你將所有的錢 拿出來 想想 錢都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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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 那阿伯真的將他的兒子 他真的準備獻上 他拿了一把刀 然後神就跟他說 叫他停 我知道你信靠我 然後 神就說 這裡有一隻羊 可以取代 這個就是代罪羔羊 這個有點像誰 像耶穌 他就代替我們受死 就是說我們應該要死 但耶穌代替我們受死 譬如 以色列人出埃及 有十災 第十個災是什麼 殺長子 然後神就給他們一個方法 神就給他們 你把血 殺了一隻一歲大的羊羔 然後把血塗在門尾 以及門的框 兩邊 然後 滅滅天使經過的時候 你的長子就不會死 但跟著神就說 你的長子屬於我的 你生了長子 你便要獻祭 因為你的兒子是屬於神的 本來當時擊殺全都死了 但是現在神給你 你就要獻祭屬於這個兒子 所以阿伯拉罕神叫他 將他的兒子獻上是有個意思的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兒子是屬於我的 你要獻上給我 但是如果獻上他就沒有了生命 神就用羊來代替 就是因為耶穌救我們 所以我們才能得屬 要不然我們個個都要沉淪 我們的生命都是屬於神的 所以我們多謝耶穌我們今天有生命 我們看看有手有腳 會動會走 會賺錢做工 會享受這些全部神的恩典 所以我們就感謝神 阿伯拉罕獻以撒為清義 到底這個清義和恩信清義的關係是什麼呢? 他肯獻以撒代表什麼呢? 他真是忠心信靠神 神是我的生命 我願意將生真是我的兒子獻上給神 即是說他真是有種信靠神的心 信福 是的,信福 他真是信靠神 所以我們看到他真是有信心 真是叫得救的其實是哪樣呢? 是信心 不過他的行為顯出他的信心了 其實希列文是不同的 這裏呢 這裏呢 這裏的字呢 是跟我們得救本福音的直著信 那個直著信跟這個字是不同的 希列文 不是,希列文 那個呢 直著信是DR DIA 這個呢 就是ACT EK OUT OF 即是說出於你的行為 來證明你是得救的 證明你真是有信心 那我想問大家 在你的屬靈生命 你有沒有真的行為改變 證明我們是得救呢? 即是生命呢 你裡面有沒有發覺一種動力 有一種動力推動我們改變 在裡面發生出來 然後我們就順復這個動力 那這就是真是得救的人那種情況 譬如植物會成長 因為他裡面有一種生命的力量 神在那些遺傳因子放光的力量 那些 他一有水有太陽 他就會有一種動力 令到他就開始發拿生長 他就會比利欣波隆地生長 那這就是那種生命力 我們信耶穌也有一種生命力在裡面 他就會比利欣波隆就會生出來 不過很多人這種動力 就沒有多久 為什麼呢? 幾種植物 幾種植物 不親人神 對 不親人神 沒有神的動力 他就會很快就沒有了 就可以好像四種泥土 一種是石頭地 一種是淺土 一種是荊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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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有三種 第一種是馬上沒有 被魔鬼拿走 第二種是他信仰很淺 很快就沒有了 其實有些人都危危苦 他一初信仰時 經常都懷疑和擔心 他的信仰有問題 第三種是他世上的擔心 令到他軟弱了 原來很多東西影響著我們 所以如果一個人真的成長 一定是怎樣呢? 好像他好肚有什麼? 好像他好肚 有東西生出來 對,有東西生出來 即是回應神這個聲音 神有沒有感動你 悔改、認罪、遵從神 祈禱、看聖經、奉獻 這些都是神吩咐我們的 會不會裡面有一種心 會推動我們? 有這種心就回應 其實成長就是回應 我自己很多次都是韓復在神面前 神要我做的 我就回應 我就聽神話 但我也試過很多次沒有聽話 我現在被神更新之後 我就很想完全聽完神的說話 我盡量走在神的完美計劃 這就是真正得救會有的果子 原來因行為清義 這就是 如果翻譯中文 其實我覺得 可以說 行為證明他清義 比較 如果根據希臘文 行為證明他清義 或者是 行為顯出他的清義 OK 有這樣的意思 我們一定要搞清楚 就不是靠行為得救 好了 在這裡看到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是什麼呢? 在這裡 在這裡 有的 他沒有明顯說 但有藏在這裡的神的本性 顯露出來 神有什麼本性呢? 神就有信心嗎? 神不是信心的 神又 神不用信的 為什麼呢? 神不用信自己 祂是信實 但祂不是 祂不需要像我們那樣 信耶穌得救的 神是活神 那與這有什麼關係呢? 因為祂產生行為 對 信心而產生行為 因為祂有生命 活才會活動 沒錯 這個非常好 這次你明白到 這個 發揚神屬性 為什麼呢? 經文沒有說 但你明白 祂會有行為表現 即是神在裡面產生果效 這就是神的屬性 神的屬性 神是有生命的 神在哪裡有生命 所以神在人的心中 祂有生命 就會生出這種果子 這個非常好 所以我們需要去明白 其實你分析拆解 你也會明白到 為什麼人會有行為 為什麼呢? 就是因為神住在裡面 而神有這種本性 我們知道神有這種本性 我們可以怎樣回應? 可以怎樣回應他呢? 聽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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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是其中一個聽話 另一個呢 心態可以怎樣? 信服 聽話信服 也有意思 但另一個心態 感激 哇 神很真 很活著 他真的很耐性 他不放棄我們 一路感動 一路感動 感動到我們肯聽話為止 大家想一想 在我們很多次神感動我們 他感動了幾次 我們才聽話呢? 有沒有留意到 神一路感動我們 從我們不太聽話 從神一路感動 從後來 最後聽話呢? 有時候會感動了多少次 才聽話呢? 很多次 對 有時候真的很多次 我自己也試過 我自己有些試過 人的感覺 有些事情很快反應 每一個人都是 有些地方是容易改變的 有些地方是難改變的 有些人的情緒 是很難改變的 怨恨某人很難改變的 有些人傳呼聲是容易的 有些人是很難的 有些人侍奉神是容易的 有些人侍奉神是不想的 有些人很想侍奉的 但有些人是很不想侍奉的 所以每一個人有他的 有些地方是容易的 有些地方是容易的 有些地方是難的 有些地方是難的 問題是 在難的地方改變 這個才是重要的 在難的地方改變的時候 這個才是重要的 阿伯拉罕獻以撒 難不難? 是很難的 他真的很有信心 他才會這樣走這一步 很肯信服 接著是第二節 可見信心事與他的行為並行 並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其實這裏就解釋了 即是說行為的關係 信心和行為並行 並行 即是用廣東話說 是甚麼意思呢? 同步 同步 或是同步 同步 即是說他會兩個人一起 有信心就會有行為 而且信心因著行為才得成全 即是怎樣呢? 是的 沒錯 我想問大家 每個人信心的程度 有沒有大小之分? 有 有 通常大的信心是怎樣呢? 大的信心呢 就將天堂拿下來 OK 沒有那麼大信心 就是 就將天堂拿下來 神扶持著他 OK 沒有那麼大的信心 其實個個都是神扶持的 不過他經常都需要神扶持 才稍微站穩 如果一個人站穩 他就會隨時都肯聽神的話 總之每一個人的信心是不同的 那些行為好的 其實就是甚麼呢? 用回這個詞 信心一著行為才得成全 如果一個行為是好的 健康的 是更加甚麼呢? 信心更大 信心更大 還有用回他這個字眼 成全是更加甚麼呢? 就是 他的信心 他的行為更加 令到 即是 令到這個信心是complete 成全 即是 是完全的 即是說 如果一個信心 只是說 有病時才找耶穌幫 只是有罪時求耶穌射免 這是第一種信心 但如果一個信心是他整個人都會被神去改變 那他的信心就是健全 健康 即是說 好像一個BB 如果健康就會怎樣? 很夠 不用媽媽常抱 是的 不需要媽媽常抱 最小都是 有些B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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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出去了那些臭小孩的地方 託兒所、託兒所、訓練他 他自己跌倒 他就說不要緊,就起身了 我發現有些嬰兒很不同 那些嬰兒一跌倒 發現有人留意他,他就開始哭了 但他不是,他一跌倒就馬上說 不要緊,就自己起身了 很特別,就是他的行為 就是證明他的生命 他的情緒成熟 這個嬰兒的情緒成熟 而我們基督徒有信心 我們需要不需要情緒成熟 靈命成熟 果子成熟 就是樣東西成熟的時候 就成全了 這個信心就好像經過火煉的金子 剛才已經有說到 火煉的金子 就是煉過,真是很漂亮的 但有些人的信心 如果用《葛林德前書》第三章 那裡就不是說信心 那裡是說行為的 就好像有些是金能補石的信心 有些是草木和佳的信心 他的信心是爛邪邪的 我們問問一下自己 我們的信心是爛呢 是金銀補石 一路剛強,越來越穩陣 有些人的信心一陣間是穩陣 一陣間又得過了 有些人是堅持到底的 我們怎樣能夠這樣站穩呢 即是因行為成全我們的信心呢 怎樣能夠那個信心站穩呢 多些親近神 對,親近神 對,親近神 所以你的情況呢 親近神,神有路醫治你了 將你整個人可以改變 你整天一想到什麼 不要馬上親近神 還有就是心的韓服 始終 你有沒有留意心的韓服呢 有時不聽話 明明神說 你不要生氣 你不要再想那些事 不要再煩了 但是呢 我們還在煩呢 我們就不要聽這個聲音了 所以我們親近神 然後神就會說話 我們就留意這個聲音 就沒有認神了 你祈禱的時候 會不會有些意念 我正在生氣 我要移書他 有沒有這些意念呢 有 有時候 很鼓起拋棄 神就會感動我們 放手 這個就是 親近神的時候 神做的工作 他推動了 我們回應呢 那種力就加強了 力量就越來越強了 OK 好 這裡看到神的什麼屬性 就是行為會將信心成全的 神有什麼屬性呢 神就是完全的 神是完全的 OK 好 這個其一 還有呢 災種的 災種 災種的 他又叫我們成長的 即是他會產生生命的 神是會產生果子的 即他裡面就是充滿果子的 神有什麼果子呢 神本身有什麼果子呢 神有什麼果子呢 是的 那就應驗經常所說 阿伯拉罕因信神 信神 這就算為他的義 所以這裡呢 其實也證明了一點 就是信神不是他的行為 是信心 不過行為就是 成全他的信心 並且他又稱為神的朋友 好了 我想問大家 聖經特別提是 阿伯拉罕是神的朋友 聖經 即是說 基督徒有什麼 是不是個都是神的朋友呢 不是 其實 耶穌說到 你們又不難不已 我想從我口中將你套出去 有些人 神是 心裡是不喜悅他的生命 他悔改神 會喜悅 但有些人真的不肯悔改 他稱他為神的朋友 耶穌也有說過這句話 大家有沒有印象 耶穌跟門徒說 以後 我不再是 是的 不再是僕人 你是朋友 因為僕人 不知道主人的事 但現在你可以知道我的事 所以 我們可以成為神的朋友 我想大家想想想 例如 一個名人 例如校長 學校的校長 校長 校長不是很好 當一個孤兒院的院長 這個孤兒院的院長 經常都照顧孤兒的 有幾個孤兒會當他是朋友呢 即他是照顧小朋友的 這個負責人 他會有幾多個朋友呢 這個孤兒 不是這個 這個院長 有幾個朋友呢 應該說 有幾多個小朋友 會看他為朋友 即有時候會找他 很想他 鼓勵他 安慰他 有幾個會 看這個院長做朋友 在這個孤兒院裡面 那幫孤兒 院長 經常都照顧他們 他會有幾個小朋友 會覺得他是朋友 每個都是 每個都是 差不多每個都是 好了 但這個院長 會不會說 這幫 我有什麼事 我會找他 他會找那些孤兒來幫他 不會 即是說 這個院長是那些孤兒的朋友 但是這些孤兒 不是他的朋友 大家能否拿到這一點 即有很多人 人家會看他為朋友 譬如我用一個例子 組長 牧師 很多人都會有什麼事找他 但是 牧師有問題的時候 他未必是找那些教友的原因 為什麼呢 因為那些教友未必能幫到他 當牧師面臨一個很大的危機 他可能會找他太太 如果他跟太太太關係好 或者他會找其他牧師 那些是他的好朋友 那些就是他的朋友 我想大家明白這一點 神 有多少人當神是我們的朋友 有多少基督徒當神是我們的朋友 是你們 但我想問 你猜有多少基督徒會看神是他的朋友 我猜很多 因為找他 是的 找他 但有多少個神是看為他的朋友 然後呢 聖經有說就是阿伯拉罕 和耶穌有跟門徒說 以後我不知道 摩西是嗎 摩西也是 神都跟他真是 按明認識他 即是說 原來神的朋友就是 好像神 他想要毀滅所多馬 阿伯拉罕 他說 阿伯拉罕 我要告訴他 因為他是他的朋友 他要告訴他 然後阿伯拉罕 求他的時候 神就聽他的祈禱 所以我想問大家 是不是 我們個個都一定是神的朋友 即是神有什麼 找你呢 不是神有需要 神不是有需要 而是神想溝通 他想感動帶領的時候 你想不想是他的朋友 神有什麼心事 他就會找你談的 你想想做神的朋友 是否個個都是神的朋友 不是 我們個個都想找你做朋友 有首歌大家聽過 耶穌是我真愛朋友 聽過沒有這首歌 因為現在小唱傳統詩歌 所以很多人都不懂這首歌 好啊 非常好 大家會否想有個心 成為神的朋友 有些人神真的會跟他說很多 看得出他是神的朋友 由這裏我們看到神有什麼屬性 神有什麼屬性 知人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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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跟這裏有關的 其實神很想 很想更多朋友 很想個個都很親近 很想我們都成為他的朋友 他有一個朋友他會怎樣 很開心 他又很接臨 他又會提升 所以你越是行神的路 神就越歡喜你 他就會越大的祝福 神很想有好朋友 而那些人真的成為他朋友 神一定會提升他 他一定會越來越高 所以大家發現那些愛主的人 他就凡事祝福 神真的一樣樣跟他開路 好了 我們看這裏 牧師 我想問問問 那跟他恩慈有沒有關係 譬如有人有先知性恩慈 有什麼 即是神要特別 神要跟他講一些事情 即是跟他恩慈 又可能未必是朋友 即是神要成為一個朋友 不是 神要那個人成為他的朋友 又未必是這樣 可能是他恩慈 有些恩慈神給了他 容易聽到消音 對 容易聽到 那跟我的神找他做朋友 有沒有關係 我覺得與生命有關係,不是與恩賜有關係 因為先知也有好先知和不太好先知 有些不是假先知,是真先知 不過有些先知都不太聽話 他裡面的生命有問題 那些雖然他會收到神的信息 其實朋友不是唯一的跡象 就是他收到神的信息 真是神信任他,將一些重要的事交道給他 這個人就是神的朋友 因為我覺得神在聖經裡面說 不是他體重能力 因為能力是在乎神 神體重的是生命 他聽神 如果神禮藏的朋友會因此 是否相對都會累積? 都會的 不過有些神用的人可能很平凡也未停 有時有些神也很平凡 不過總有恩賜 總有恩賜 即是不會是靈的 沒有人是靈恩賜 即是神看人是看內心 是的,神看人是看內心的 人是看外表的 但神知道了誰可以交託這個重任給他 是的,沒錯 好,我們再看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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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是他的行為 證明他的信心 即是他的行為 證明他的信心 既女拉俠 這就是當他們去耶利哥城的時候 去攻陷耶利哥城的時候 有個既女保護了探子 這個既女後來是耶穌的祖先之一 這也是他的行為 證實他的信心 身體沒有靈恩是死的 信心沒有行為也是死的 大家有沒有見過死的魚 或者你曾經見過牠生的人 大家有沒有試過養魚 後來牠死了的時候 你想牠生回來容易嗎 不容易 大家也可能有見過 生的人後來死了 可能也會有這個情況 當一個人死了的時候 你想跟牠做任何事情 已經是太遲了 太遲了 自己沒有機會回頭 所以如果一個人的身體沒有靈魂 牠已經死了 是沒得回頭的 一個人真信耶穌 他生命改變 他就有生命 就好像一個人有生命 但後來牠失去了信心 聖經有講到 如果失去信心是可以不得救 不過呢 我們通常都會告訴別人 你仍然想得救 你仍然可以得救 因為你都不知道 你是不是真的靈信心 不過如果真的有一個人 本來是生 後來真的死了 失去信心 有些真的會有這種情況 就好像一條魚死了 你想叫牠翻生 是很難的 唯有神才能夠叫牠翻生 所以我們應該珍惜和保持什麼呢 保持神這個生命 這個生命不是必然在生命之中 一定要保持的 即是呢 基督徒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見過 一些軟弱的基督徒 對於神的事 沒有心的基督徒 你想復興牠的生命 容不容若 是很難的 因為牠裡面已經沒有了生命 但如果牠有這個生命 你想牠壓著牠都壓不到 不過這個人自己想一定可以的 因為牠如果懶惰 牠真的又慢慢失去了 所以我希望大家珍惜這個神給我們生命 好了 這裡看到神的什麼本性 神的屬性 大家可以想像信心是什麼呢 這個人有信心 信心就是好像牠大張牠的口 牠的心 於是神就進去了 有信心 當牠一開牠的心 他一有信心 神進去裡面 就會將這個人改變 這個就是神的質素 神去到哪裡 那個地方 人就會改變 那個人就會更新 這個是神很大的禮物 祂是會更新人的 所以我們珍惜神在我們生命中工作 我們又多謝耶穌 願意毀身跟從耶穌 整個生命以來提升 是一定要提升的 這棵樹 又需要用一個比喻 說到天國好像什麼呢 這個芥菜種 本來一粒很細粒 但是可以長得很大 而每一個基督徒都可以長得很大很大 你想不想 你有沒有發覺自己一直在成長 有些人成長是這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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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成長的 有些人成長是真的一直上 不過有時候會有些少波浪 但它都向上 大家是不是這樣 例如我用一個例子 經歷聖靈 有很多基督徒 經歷聖靈就會 蒼頭很火熱 每多久都會得到 我希望大家看到聖靈的工作這麼真 真是持久 OK 我們一起祈禱一下 請教父 多謝你 因為你的本性是美善的 你是有生命的 你自己就是生命 神在哪裡 那裡就有生命力的改變 信心就會有行為的改變 求你幫助我們 留意到神的工作 因為神會感動我們 叫我們真心悔改行神的路 主啊 我們有軟弱的地方 虧願的地方 求主你結淨 求主你赦免 求主你幫助我們 回應神的聲音 降伏我們的本性 在神面前降伏 讓神做主做王 神在哪裡做主做王 那裡就是天國降臨 在他心中 這個人就要得著神 各樣的福氣和恩典 求主加深 增我們的信心 幫助我們 每天都跟神溝通 每天都回應神 我願意聽你的話 願意進入神完美計劃 我們有信心 一定越來越好 亦都我們的信心 經過試驗 就好像火鍊的金字一樣 是更加美麗的 是非常光輝的 結出個人的果子 多謝主感謝 Aji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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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ken Ajia